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月前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 2021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名单 12个入选项目 有四个项目由中国美术馆实施 意愿相索杨仙让艺术捐赠展 展出了杨仙让板画 彩绘 素描 油画等作品160余件 全面回顾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创始人之一 杨仙让的艺术人生 同期举办的润泽无声 戴泽艺术展 展出油画家戴泽各时期代表性作品120余件 呈现出艺术家对时代和人民的深切关注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00亿的时候 我们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老一笔 艺术家庭 艺术竞争的红颜 这些作品将会与国家美术生产的洪流 生生归 2021中欧文化周日前在广东佛山开幕 开幕式上 岭南传统文化元素 与欧洲经典艺术形式相互交融的文艺演出 展现出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刺绣 剪纸 功夫 雕塑等 非议文化互动场景 让市民参与其中 本次文化周持续至本月24号 期间将举办中欧文化长廊 以及文化主题讲座等系列活动 我们就希望通过中欧文化周日 目的还是想把这个城市给作望 把我们的营商环境给做好 从而的话能够吸引人才 能够吸引企业 日前 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 携手郑州市文联 走进河南省冻头村 开展支援河南重振信心 慰问演出活动 活动中 由磁座家车行 作曲家陈光创作的公益歌曲 《我还是我》同期发布 《洞头村》是国家文旅部 重点推介的特色村庄 拥有超过600多名社员的 农民合唱团 有着会唱歌的村庄美丽 出生于1973年的 斯举萨嘎五金多吉 是唐卡伽玛嘎兹画派的传承人 国家一级美术师 随着唐卡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并且在2009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国家加大了 对这个古老民族艺术的 扶持保护力度 如今 五金多吉成立了 自己的血液唐卡工作室 代图传译 创作中将传统记忆 和现代美学相融合 不断推陈出新 同时将非遗传承 与邦困柱品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传承新路径 在第十八届西伯会上的 甘兹馆文创展区 衣服长5.2米 宽3.6米 采用堆秀记忆制作的 巨幅堂卡 吸引了不少参观群众 驻足观看 这幅格萨尔王 堂卡堆秀作品面部 皇冠 及胸前饰品 使用不同色彩的珍珠 共计8200颗 这是国家一级美术大师 甘兹堂卡画师 五金多吉为庆祝 甘兹藏族自治州 建州七十周年 历史两年完成的作品 我们画堂卡圈里面 都有格萨尔王堂卡 对修家 然后珍珠博士 然后就这样一起 创造的 目前没有 整体的作品 我们特别传统的一个 就一个画牌的作品 然后再加上 就珍珠 加上那些工艺的话 就做出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作品 感觉就是堆秀 它是非常精美 是图画就是 线条性非常强 它里面特别讲究 它的材质 材质一定要好 然后就 它然后再 创作出来的效果 就更好一些 这幅堆秀作品 结合传统堂卡的 新颖纹理和丰富色彩 并且融入堆秀的 立体感和真实感 犹如一幅 丝质的彩色浮雕 五金多吉的画室里 有八位画师 还在继续创作 格萨尔王系列作品 他们要将 格萨尔王身边的 八十多位将军 都创作出来 成为当今世上 最大最多的 格萨尔王堆秀作品 这需要五金多吉 带领他们 在未来两年中潜心创作 这个是它的一个盔甲 盔甲边说有一个 它的有一个样式 这个是一个 五金多吉从十二岁时 拜格萨尔王 格萨画派大师 唐拉泽旺为师 开始学习 格萨尔王 格萨画派绘画艺术 通过三十多年的 学习和钻研 在2018年 成为四川省 甘兹州格萨尔王 格萨画派传承人 这些都是唐卡 我们藏着唐卡里面 有很多风格 五个风格 其中一个是 嘎玛嘎之 想请问一下 嘎玛嘎之的这个画牌 跟别的画牌 有什么区别 它特别讲究 它的那个山 水 然后很多动物 这些都跟那个 跟四川很接近 而且是跟那个 吸收一些工碑活 还有一个 它的跟其他唐卡 不一样的地方 它就这个光 这有一圈光是吧 这个是它特有的 对 特有的 而且它是透明的 那个水啊 那个它的树 特别就安静一些 我们也尽量画得安静一点 嘎玛嘎之画牌 属于藏族唐卡的 三大流派之一 和缅唐画牌 清泽画牌的风格相比 嘎玛嘎之画牌 在颜色上偏重心绿 画面背景的填充 和动植物的描摹 吸取了国画中 山水 花鸟的绘图技巧 将天地万物和自然景象 描绘于唐卡背景中 形成奇妙异幻的视觉效果 嘎玛嘎之 从颜色上面说的话 它的颜色更有薄于 它的讲究是薄 很薄 很平 再就是它的人物的背景 山水特别讲究 比较真实感 比较做一些立体感 嘎玛嘎之风格 就是它讲究的 就是空间一定要足够 才能绕着看起 就是系上去起来 特别绕着舒服的 这个一个说法 武金多吉 作为嘎玛嘎之画牌的传承人 不仅继承了唐卡的传统技艺 还将现代美学 融入到唐卡作品中 它的作品整体呈现出 色调清新 构图丰富 人物动态 也叫以往活泼 武金多吉说 它绘制的唐卡 不仅承载着民族文化信仰 也不断与时俱进 融入时代审美 盖马嘎之里面 很多花水 也是跟工碑特别接近 把它吸收了很多工碑花 盖马嘎之山水里面 就这样吸上起来 有时候我可能 在那里见过这个地方 就这样一个感觉 做得到的话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作品 2014年 武金多吉 响应家乡德格县 精准帮扶的号召 在成都市 创办了个人工作室 招收和培养 来自家乡的学员 这些学员 大多是来自 经济困难的家庭 武金多吉 免费教授他们唐卡技艺 并提供食素 学会唐卡技艺后 就会参与市场项目 每个月都能获得 6000多元的收入 7年间 武金多吉 总共教授了47位学员 通过传帮带的方式 延续着唐卡技艺 我这里现在 大多数都是从老家带下来 因为他们之前放牧 都直接画画 如果他自己木床上 然后一些他家里 比如说老的老 小的小 继续不能放牧 然后就剩下一个 最后我就教一些画画 武金多吉的画室里 都是十几岁到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画室 任赠文江就是他们其中一位 任赠文江小时候 在一次意外中失去双亲 武金多吉得知这件事后 就将任赠文江 从老家带来成都 开始教授他唐卡技艺 现在任赠文江成为了 工作室的一名青年教师 从这个大家庭 然后建立了一个 我处于自己的一个小家庭 然后我希望用我一些 学习的一些东西 教一些以后我的一些学生 让他们学好 然后就晚上我们吃饭 吃晚饭后一起跳锅装 一个比我小的一些画师 一个学生 就像我们自己的亲兄弟 你看现在国家那么重视文化 现在觉得我对他做对了 第一可以与一些输入 第二无法也可以 方向华大地可以传承下去 如今民族艺术瑰宝 唐卡的传承与发展 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武金多吉说 他希望自己培养出来的 唐卡画师 不仅学会一门手艺 还可以将唐卡里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人听 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 唐卡艺术的魅力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